汉兄大战即将开启 匈奴右嫌王却犯了个知名的错误 那便是战前轻敌 他自认为王庭距离大汉边境遥远 汉朝的三角猫骑兵不可能一夜之间奔袭到此 因此他很是放宽心 自己掏钱组织了一个战前party 应请各路将军 今夜你们也许得不到最诚心的女人 但我要告诉你们 女人从来都是邻居家的好 作为匈奴的男人 最大的乐事在于压服乱重和战胜敌人 将其根绝夺几期 所有的一切 或使他们的妻子痛哭 那其美貌知其见 他们不知道的是 魏清军团的三万骑兵早已经费西比 不但人人双马双代 最过分的是 只会不更是配上了精品面包车一辆 三万贴机用了一天半时间 狂奔了六百多里地 已经在离他们不到二十里远的地方 安营扎寨 待到月黑风高野 在魏清的带领下 一场近乎一面倒的屠杀就此展开 许多匈奴士兵在熟睡中就伸手一出 又嫌王眼见大势已去 带着艾切和几百名骑兵 趁乱突围逃之夭夭 魏清眼见大鱼要跑了 随即下令 让清其为过程追击又嫌王 可惜过程马不停蹄地追赶了数百里 都没能追上又嫌王的踪影 无奈正好率军返回 骑兵将军 又嫌王逃走了 一个只顾逃命的统帅 恐怕也做不了别的事了 匈奴人所有的豪情 都停留在这张图上了 可惜了了 卷起来 带回去 诺 根据史料记载 此一战 由于又嫌王的出逃 直接导致匈奴二十万大军群龙无首 根本无力抵抗 汉军大获全胜 俘获男女一万五千人 其中包括匈奴小王十余人 缴获牲畜数十万头 汉武帝收到消息后龙岩大约 在魏清还没有回朝时 就派出使节 封魏清为大将军 统领全部汉军 要知道西汉时期的大将军 位居三公至上 这才是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至上 九卿以下界贵败 不仅如此 此一辈家封为列侯的还有十三人 其中十位将士是随从魏清作战的部下 三位则是魏清还在强堡中的儿子 可唯独这次一篇是牵制匈奴的李广 再次错过了凤侯的机会 放下李广不说 转过头来说 说远在千里的张谦 汉武大帝中最倒霉的国王 飞大冤国的吴广莫属 只因在人群中与初始西域的张谦对视了一眼 就被汉武帝派人嘎了 事情是这样的 被匈奴软禁十年的张谦 趁着汉兄大战的空档 带着翻译和老婆孩子一起跑路 在茫茫大草原上一走九十几个月 终于遇到了第一个西域小国大渊 位于现在乌兹别克斯坦国所在地 在汉朝长大的张谦 也第一次见到了珍珠葡萄 哈密瓜 胡萝卜 与那传说中的汉血宝马 随后凭借着齿排 拜见了大渊的国王武寡 大渊国早就听说汉朝富有 很是期望同汉朝建立直接的联系 本事若回到汉朝 一定把你们国王的意愿向我们的皇帝禀报 我想我们的皇帝也一定非常愿意跟贵国通商 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 我想有朝一日 本事还会因为这汉血宝马来拜访国相啊 根据史料记载 公元1104年 汉武帝听说大渊出产宝马 命时辰携带先进去一匹黄金铸成的金马去换取 但没弹笼 双方意见起了冲突 换马不成 大汉使辰也被杀害 汉武帝得之后龙颜大农 随即命非将军离广连续两次征战西域 其声势之大 沿途的小国家也不敢闭门不出了 都纷纷地拿出食物去送给汉军 于公元1108年 攻克其大渊首都 沙大渊亡无寡 另立国王 从此大渊国附属汉朝 并且此一战 汉朝在西域树立起了赫赫威尼 西域诸国纷纷遣子离入汉口线 并作为忍治 西域臣服 这里不得不感叹 大国的尊严真就是靠拳头打出来的 汉武帝是历史上为数国都真正做到 犯我强汉者 虽眼必须的礼王 汉武帝在美时 没有哪一个国家胆敢挑衅 都没有哪一个大汉子民会感觉到没有自己信 书归正传 大渊王听说张谦此行目的后 为了表达诚意 推议派诸向导和翻译将张谦护送至大跃之 可是此时的大跃之国 已经兴力了一位富人美国王 他们征服了大下国 得到一块水草非美的土地安居乐业 已经不再有向匈奴报仇的心了 更何况他们觉得汉朝离他们太远 更难帮助他们 总的来说 大跃之国爱上安逸了 命都不要就爱安逸 后来的大跃之被服属匈奴的无孙国公站 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要知道曾经不可一世的大跃之国 那可是匈奴国都要巴结的存在 张谦此行花费十二年 虽然最终没能完成与大跃之结盟的使命 但也不是无功而返 他不但获得了大量有关西与各国的人们地理知识 在临别前 大跃之女王更是赠予炼制金刚宝刀的秘方 尊敬的使节 你回到贵国后 请带我向贵国的皇帝表示敬意 多谢女王的美意 这张谦也真是倒霉 在东归大汉朝途中 张谦为了避开匈奴 退役现在从羌人部落穿过 可万万没想到 羌人早已沦为匈奴的附庸 张谦等人再次被匈奴骑兵所付 现在汉兄两国打得水深火热 本来抓到汉人应当直接处决 但好在匈奴督察官是张谦媳妇的堂兄 而且像张谦这样的真男人 匈奴中的许多人都对他尊重不义 权衡之下 张谦等人再次被关押起来 这一关又是一年 公元126年 匈奴为争夺王伟发生内乱 张谦几人侥幸生还逃出 踏草原过沙漠 一路下来 靠着沙马国府生肉 历经千辛万苦 终于在13年后回到了长安 哪人呢 汉公是臣张谦 风父皇 风是心欲归来 你就是张谦 早就听说过你的事 你还没死啊 正如我前面所说 13年如一日的为国坚守 像张谦这样的真男人大英雄 谁人见了不说一声佩服 当张谦走在长安的大街时 所有大汉子民都打心眼里敬佩 虽说风光不在 但气节又存 张谦回来了 你说什么 什么什么 张谦回来了 怎么回事 靳雅清静点都不行 回陛下 有人在殿外求见 今天谁都不见 此人可是您朝思暮想的 谁啊 张谦 谁 张谦呢 汉武帝一时间愣住了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就是您盼了十来年的汉使张谦 他 他从西域回来了 我的天 快 快叫他来见朕 金雅是真 但更多的是按捺不住的高兴 13年呢 虽然不愿意承认 可汉武帝真的以为张谦早已不在人世了 他迫不及待的想见到张谦 但仔细一想不行 他要给这位民族英雄一个最隆重的仪式 这就更易 在成名店 对 在成名店 同志两千弹以上所有超官通通到场 还有李悦 赶快去准备 准备 李悦生奏起 张谦守之天字结账 不理盘山一步一步的朝着打殿走去 汉武帝看到当年那个英气勃发的青年 如今却是一副宝镜沧桑衣衫蓝绿的样子 随他处使的一百多人也见剩下他和干夫 这13年来 他到底是如何熬过来的 这到底要有多强的民族信仰才能坚持到今天 十位知己者司也不过如此 一想到这些 即便是薄清广恩的汉武帝也绷不住了 他在矜持绝地化作泪水 瞬间不满眼眶 而当张谦看到武帝的时候 13年来的委屈滚滚起来 他终于不负皇恩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这一刻 这位大汉王朝最硬的男人 终究是煽然了一下 我见陛下 汉室张谦向陛下复命 臣 臣 臣回来完了 张谦 你跑到哪儿去了 怎么一点音讯都不给臣 仍仍想了你13年 陛下 臣虽眼在天边 但心思 无一日不在陛下身边 到此 公元1126年 张谦的西域之行到此结束 虽然未能达到与大洲之建立联盟的目的 但悉行数万里 他带回来大量有关西域各国的人们地理之事 无论是对汉武帝还是整个大汉朝来说 张谦此行都是具有开拓凿荒的历史意义 为了表彰张谦的功劳 汉武帝特封气微不忘后 以示为剑客之星体 喜欢视频的观众关注点赞评论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